你好 我要看診 跟你說健保卡 掛號費兩塊 謝謝 來到診所 民眾掛號費加自付額 總共是200塊 不過未來想看診的話 掛號費恐怕變貴 其實不太能接受 因為小朋友真的 沒辦法避免他們不生病 現在如果在掌握 那真的是可能又是一個很大的開箱 診所他們有他們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50塊其實並不會很過分 聽到掛號費 未來恐怕貴50元 民眾反映正反兩極 其實先前疫情大大影響 台灣醫療體系 健保點值縮水 看似只影響醫界 近期卻已逐漸延伸到民眾荷包 依照規定掛號費 如果高於150元 就要送交地方衛生局備查 而根治調查 2023年6都調漲掛號費 醫療院所多達375家 是歷年之最 其中台北市156家最多 桃園市86家位居第二 其實各縣市也已經有許多診所醫院貼出公告 表示因為營運成本上升 不得不調漲掛號費 如果以科別分類 根據統計台北市調漲加速最多的是中醫診所 新北市則是小兒科診所 多數調漲幅度落在50元到100元之間 每次掛號費來到250到300元左右 還有特約門診 每次掛號費飆到2500元 看來掛號費150元的年代 恐怕就要過去 十幾年各大醫院跟診所 事實上已經很久都沒有調整掛號費 適度的一個調高 其實是反映這幾年的人事費用增加 以及就是醫院或診所的行政的成本增加 北市衛生局也指出 2023年遞交被查調漲掛號費 的確見數暴增 人員處理到手軟 消極會則表示 將主動監測是否有聯合漲價的嫌疑 TV的新聞 新聞下劉瑄 台北什麼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